那我們今天主題是 行啊救救我吧 這個很多人說起來都會碰到 人生重大的難題 那有一些呢 這個不能解決的 通常會依靠這個神明 那有時候神明會指示 即是有的人把它當成耳邊風 可是事實上神那個指示是有用的 今天我們就要來講 很多很特別的故事 那首先我們要請玉峰 來分享一個新聞 這個新聞是有位網友 他在臉書社團聯誼公社 所發的文章 其實他這個我們看到 其實都會覺得起雞皮疙瘩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得了一個鼻眼癌 但是他講說 他在兩年前的時候 他有去淡水了一個宮廟 但那個時候有問題的不是他 是他朋友的朋友 他朋友在職場上面 遇到了一些比較大的問題 他陪他去問 那朋友問完之後 人之常情都是這樣子 我既然來了 人家問完 我也跟著一起問 可是問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聽在耳裡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差別了 那個時候呢 那個就有跟他講說 你的鼻子裡面是不是有一個痣 然後不相信的話 你可以去檢查看看 然後那時候他只是心裡想說 就算我鼻子裡有痣 又怎麼樣呢 他就覺得這也沒關係 沒關係 然後那時候其實他 旁邊還有一個師姐 在幫他寫一些單子 然後也提醒他很多東西 譬如說不要去 三餐要正式的吃 然後不要去在那種很多人 抽菸的地方待太久 可是他當下都覺得說 上班主誰有辦法正常的 去吃三餐 他都沒有去注意這個事情 直到兩年過後之後呢 他因為鼻炎癌 他沒有辦法上班了 他在家裡休息 然後吃早餐的時候呢 他不小心灰到 然後那個水杯就倒下來 倒下來以後 他就發現說 其實他原來 他的餐廳下面 玻璃有壓了一張紙 那張紙呢 就是這個紙 就是當初他兩年前 去宮廟的時候 就已經 老師就有跟他說了 除了我們剛才跟他講的說 三餐要進食吃 不要常常去那種 很多人抽菸很久的地方 不要待太久 還有一個這個我們要注意 叫他去耳鼻喉科 檢查鼻菸 兩年前就叫他去檢查了 其實那時候他只注意到說 我鼻子裡面有沒有痣 可是他沒有想到說 其實鼻子裡面 如果原本沒有痣 突然有痣的話 會不會就是個病變的反應 但是他就很後悔說 如果當初有聽老師的話 他是兩年前 兩年前去淡水公廟問是 有聽老師的話去檢查的話 或許他可能在零期 或是早期的時候就發現了 可是他是都沒有去理會他 然後等到事情發生了 他已經得了B&I 在治療的時候 回頭去看 才發現說原來兩年前 老師有說 你有在聽嗎 他就是沒有在聽 所以他才得了這B&I 然後他把這個新聞 他把這個事情PO下去 我們做成新聞的時候 就這樣 我們就是在想說 如果他兩年前去 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 老師有說 你有在聽嗎 這個現在是在財經台 才會有的用語 應該是說 生命有說 你有在聽嗎 對 師父有說 對 也就是說其實他兩年前 那個神明就知道 他裡面有長東西了 對 對不對 他兩年前就已經提示他 但是他沒有去 但是他沒有 文章沒有提到 他B&I是幾期 對 可是我在想說 如果早一點發現 早一點發現 一定會更好 治療上應該是會更好 當然 你可不可以請教一下廖老師 這是這個人沒法報嗎 也可以這樣說 那就是說 可能也是他的一個結束 對 結束 我們剛剛在講就是說 老師說的你有沒有在聽 神在指點的 你有沒有在聽 有沒有在意 那這個就是我們 其實在我們的位置 常常會碰到這樣的事 這樣的故事太多了 就是說有一些眾生 他會把相信跟迷信搞混 比如說我們指點他 神明指點他的 他回去問一問 人家會說你那麼不信 他就怕人家笑 就帶過了 比如說這一個案例 我就想到說 那我先問你 相信跟迷信的差別在哪裡 相信就是信仰 其實他是有智慧的選擇 他不會就是說道聽途說 也不會就是說 比如說 我們去買菜 這一個人 他不是專業領域的 然後就他會說 人家說什麼 人家說什麼 那有一些比較信仰堅定的人 其實他自己會有選擇 其實信仰 相信跟迷信 是在選擇之間 那又用智慧判斷 對 那如果常常在宗教裡面 他會選擇的是明確的 那比如說 剛剛這一個案例 我就想到 因為這一個客人 長得很像康康 就是有一個歌手康康 超像的 他一進到我的辦公室 我嚇一跳 我想說康康 康康來了 對 我以為是康康來了 結果你仔細一看 就是說還是認得出來 是有所差別 但是太像了 那他那時候 來我辦公室問的時候 就是說菩薩就說 他有那個淋巴癌 是初期要很小心 可是如果沒有趕快 即刻的一個治療 那他到明年會有一個大結束 可能結束就難逃 所以講到結束跟定束 也是信仲 他們會很迷惑的 我在這邊要解釋就是說 定束不可違 就是說本來是 煮定的 我們不能去違背天意 那如果是結束的話 結束是可以破的 可以破這個結束 那我就跟他說 菩薩有指點 你有那個淋巴癌 那你有沒有去檢查 他說有 他的這個 就是下巴淋巴處有一顆 可是他有去檢查 醫生說沒事 那是纖維化而已 可是我說 菩薩說你有栽 你要不要再換別家去看看 然後不用不用不用 那我就說要不然你去菩薩說 你去度冤親 那可能這跟你的冤親有關係 然後他也沒去做 可是真的到隔年 他打電話回來的時候 是一直哭 然後我的助理 就是我們裡面的師姐跟他說 你不要哭 你哭我都聽不清楚 你講什麼 他就說一年多前 我有去找廖老師 他跟我說我有淋巴癌 我沒有信 可是我現在真的淋巴癌 都擴散了 他現在很痛苦很痛苦這樣子 煮那個麻糬都沒效 因為已經滲透到他的骨 擴散到骨 然後他就說 可不可以請廖老師 求一張福令給我 救救我 然後我就親自接他的電話 那我就跟他說 現在的話求福令 我看就是緩不濟集 就是可能力量不夠大 我來求菩薩看看 那我就求菩薩說 能不能救這個人 那菩薩就是說為時已晚 他已經錯過那個時間了 那當初跟他說的時候 他並沒有相信的原因是 因為他就是回家 跟他老婆講 他老婆一直潑他冷水 也就是說你幹嘛到處去算命啊 那麼迷信 就一直笑他說 你很迷信 現在什麼社會了 這樣子什麼時代了 但是我也要提醒 專家誤到 對 我要提醒我們的有一些 比如說比較會去攻擊宗教 或是你不認同會去批評宗教的好朋友 都會用一句話說 現在是什麼科學時代 現代多文明了 還在相信這一些 但是我常常會回答眾生就是說 醫學在進步 科學在發達 我們還是逃脫不了 生老病死苦 對 所以這個 就是冥冥之中 還是要去相信 好